雖然他沒有告訴你快速鍵是什麼 對不對 可是他們兩個的介面真的 我就跟你講他們是 他是學他的 他的快速鍵在這裡 有看到嗎 Ctrl加1 有沒有 預設子 預設子Ctrl加1 所以 來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邊 如果你今天要擷取這裡 Ctrl加1 Ctrl加1 有沒有感覺 這樣子的模態 有沒有跟剛剛都很像 左下角是不是也是說明 你就看你要抓哪裡 好 拖曳一下 不過你有沒有注意到 人家有做圓角 圓角可以調大小 真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很辛苦 指明告訴各位 那個1 那個2 步驟1 步驟2 你看這裡有沒有1 2 3 這是1 這是2 這是3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還是你比較喜歡自己打 自己打比較有成就感 不過大怎麼辦 滾輪啊 你看滾輪滾輪有沒有都一樣 對啊 在這裡 然後呢 他的箭頭也差不多 在這裡 不是過大 我就跟你講 學的 都一模一樣 真的 真的 可是他有他好處的地方 等一下我告訴各位 文字這些都沒有問題 都一樣 我就不用 這個一樣的我就不用再講 那 好了 一樣 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 複製儲存 釘選 是不是都一樣 所以你把它按一下圖釘 你看 滾輪滾 滾輪 有沒有都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的 就可以像這樣玩 按右鍵 現在只是插在我用英文介面而已 用英文介面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相同的 都是相同的 好 那我要講他不一樣的地方 來 來 各位 你覺得 這個是圖片對不對 這個字可不可以複製 不行 那怎麼辦 只好自己打嗎 不要這種 不要幹這種事情 人家都說 文字是可以複製的 他把文字辨識帶進來 你就按右鍵 Copy就好了 還是你要Copy全部 隨便你 我就Copy這一段 有沒有 然後呢 我就把它切到 Cama白板好了 好 來這邊Ctrl加V 來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 好小好小 在這 有沒有Copy出來了 還是你比較喜歡打字 但是我必須講 因為他的辨識 有可能會像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 學習管道這個 洗錯了 他可能有可能會有幾個是簡體字 這些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你還是要自己對一下 這樣OK嗎 這是他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 可以幫你做什麼 做 擷取之後 你只要把它丁選 重點是要丁選 來我們再做一次 你看一下 來你看 就是你擷取了 這個 點進來 好 一樣Ctrl加1 好 擷取完 記得要做丁選這個動作 變成便利貼 這個時候你滑鼠移到字的上面 自動就可以 登登登登 這樣不是很輕鬆愜意嗎 不要說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現在打字比較慢了吧 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打字的機會越來越少 OK 我跟你講不是只有這個 老師有沒有發現 有些時候我需要截取的內容比較長一點 超過一頁怎麼辦 你會怎麼做 我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因為我的頻道上會有很多那種播放清單 好 來你看 這個 好 這個好了 我打開一下 來問一下各位 請問這個 有沒有超過一頁 你要擷取的話 你要怎麼擷取 有一些網站 瀏覽器或者工具 可以擷取全部對不對 就是完整的一頁 可是會不會包括左手邊這些 你是不是要再裁切 我用這個給你看好不好 來你看 一樣Ctrl加1 好把我要的範圍我先框選起來 這樣沒有框到下面對不對 沒關係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 這個 長銀木截取 我做一次給你看 按下去 你就滾動滑鼠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在幫你抓 再下來再下來 好抓完了喔 我就複製喔 好來你看我貼到 白板裡面來 要求玩家白板 哪有那麼多 你看這樣有沒有完整的一頁抓下來 你喜歡這樣還是 還是喜歡打開 編輯軟體再慢慢裁切比較好 你有沒有發現他有很多創新 對不對 還不錯吧 再看一次喔 先把範圍抓好 抓好之後 就是用下面這個 這一顆 直接這樣就好了 那你按下去 其實不是只能局部的 你要整頁也可以啦 你要整頁也可以 只是因為我常常都是局部要而已 所以我就像這樣 所以你今天可能 Word裡面 或Excel裡面 我只有局部的 我要比較長一點 你就用這樣抓 就很方便 好然後再來 他還有很好用的功能 各位老師 你有沒有感覺到我今天的簡報 背景都是Bling Bling亮亮的 如果你抓圖的話 會有動畫嗎 不會嘛 那我可不可以抓動畫的 這個可以耶 所以你知道我現在 部落格的文章 我也很偷懶耶 一樣Ctrl加1 好 把你要的範圍抓起來 假設我就抓 好啦好啦 抓全部這樣好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叫GIF 你就把它按下去 因為你還沒有按之前 你有沒有發現他已經不會閃了 因為他就把這個畫面禁止了 你看我按下GIF 有沒有開始Bling Bling了 好 要錄影 就跟各位現在這樣 準備錄影 你就把它按下去 看你要截取多長 好3秒鐘4秒 好這樣就好了 你可以先Play一下 有抓到對不對 直接複製 拿到白板 Ctrl加V 來你看 貼上來了 在哪裡 還沒有傳完 沒看到 Ctrl加V 啊有啦 有啦 在這 你看有沒有一個動畫進來了 請問可不可以貼在PowerPoint裡面 當然可以嘛 真的啦 可以貼在這裡 來 Ctrl加V 你看 有沒有動畫 這樣有沒有覺得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這個工具我是很喜歡啦 所以這兩個我現在 我的電腦上我都會執行 因為有時候我可能用Sniperger比較快 有些我需要用到 剛剛那個Pixpin的這些功能 我就會用它這些功能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 找外面來的都是找厲害的 絕對不是找Windows裡面一樣的 Windows裡面可以做到基本的 但是你要更方便的 可能就是要call out求救 找這些厲害的人來 這樣有沒有問題 而且因為這些都是免費的嘛 事實上Sniperger有付費的 但是我想大家不太可能會去 特別再去安裝它嘛 那我們就免費版本就好了 這樣OK 好 所以各位看過這麼多厲害的東西 剛剛那個Pixpin一樣可以有歷史紀錄 一樣可以回去 反正都一樣的 介紹一下 謝謝 谢谢大家